从这里开始 接下来的几件作品是这一次 由田蒙老师在成都路山美术馆 给我策划举办的一个 名为地图展览上头的一些装置 这一件装置作品的标题叫做华阳照 它是由铁的骨架 外面蒙上的是四川藏区的牦牛皮 里头安了灯的一件装置作品 因为我去年9月回到国内 为这个展览做准备 到我3月30号出来这段时间 国内充满了独舞的豪言壮语 充满了武统的呼声 而又正好遇到了俄罗斯族亲乌克兰 我觉得这件作品 它是我一种很不愉快的复杂心情的某种视觉表达吧 这件作品的标题叫做声音考古学 这一边是个六米直径的大喇叭 那一边是一个七八米高的一个喇叭墙 这个并不是一种想象 而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抗真实发生 现在我们的福建前线和金门岛之间 大陆和台湾都有这种相互对峙的高音喇叭 不同的信仰 它可以把同中同主撕裂为两半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中国 也发生在前东西的和现在的南北汉 这一件作品的名称呢 我们就把它简化一下 叫做后伯托西 这个呢 跟我对历史阅读的兴趣 跟500多年以来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一些历史事件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当然从制作上这边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营箱体 那边呢 有点像五月花号或者是那个圣玛利亚号一样的一个半船体 两个体量巨大的物件构成一起 它实际上是我个人对全球化种种的起因与后果 与未来的一个综合思考的一件作品 有趣的是这件作品老少皆已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特别是小孩 策展人田蒙老师呢 出了一个主意 他说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船舱里头留下许多纸笔 让小孩来表达自己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些个人表达 左边这个呢 是画在一块牦牛皮上的地图 这张地图呢 是我未来计划穿越世界周游列国的一个路线图 这是The Post-Portosi的一个局部 Portosi是50年左右在现在的波利尾亚发现的一个大银矿 这个银矿所产的银当时的西班牙帝国号称可以铺一个桥 一直通到欧洲 大量的白银的确也改变了世界的经济 甚至也改变了中国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明代 这就是在后伯托西这个船舱里头能看到的这些小朋友画的画贴在那个船舱的墙上 后来应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两个船相提呢 我都把它做成了一定的倾斜度 然后人在里头加上海浪视频的效果 有非常明显的运船的感觉 其实这个楼梯通上去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房间呢 就是现在还停靠在波士顿南面那个Plymouth的 那个五月花号的复制品上的那个船长室 我觉得我就把我视为一个逃亡者 我是一个缺乏自信也缺乏安全感的人 我无论在多大的居住空间里 我都会给自己制造一个像五月花号船长室一样的一个小的空间 我现在成都路山的那个工作室里头 也有一个这样的空间 非常狭小 未来我在美国定居下来 我想我的小树房也会做成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一件作品呢 是用200块牦牛粪的砖块 牦牛粪呢 我是十几年前 请藏族学生的家长在四川的甘孜州的高海拔地区 帮我收集的最多的时候收集了大概有六吨吧 其中有两吨多 在2011年运到威尼斯 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平行展叫碎裂的文化 今天的人在那个展览上 我就把这些牦牛粪的砖块砌了一道防止海水的那个小围墙 作品的标题叫从5000米到零海拔 拯救威尼斯 这件作品 它既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反思 也是对环境的一个忧虑 我觉得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整体 无论是高海拔的藏区还是零海拔的威尼斯 我们都是相关的 据说地球变化 海平面上升 威尼斯有一天会消失 我很幽默地用藏区的牦牛粪去修一堵围墙 试图把威尼斯保护起来 剩下还有好多牛粪砖呢 我就做成了各种各样的作品 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展览 这一次成都双年展也是用的牛粪砖 和茶叶砖做的装置 这一件呢 两百块剩下来的这个牛粪砖呢 买了一些iPhone来做成了这样一件作品 它的标题呢就叫墙 英文名呢叫the shit wall 这个粪墙 墙内和墙外是两个不同的信息的一种基本状态 那么假如说我们在中国一旦翻墙呢 你可以去搜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些媒体信息 而在墙内呢 你所看的东西就比较单一 这就是墙外那些小视频所放的内容呢 千奇百怪 五花八门 这是墙内 当然除了这些技术上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电线的网络呢 它的信息相对是比较单一的 这一件作品的标题叫1974 我反复的定义自己为一个流亡者 一个逃亡者 并不是说自从我有了机会离开中国才有这个想法 在我19岁那年我就第一次有逃亡的愿望 当时呢我们在农村当知青苦不堪言 有同学呢会那种无线电技术 我们就凑分子 你除两毛 我除三毛 他除五毛 我们就去买二级罐 三级罐 然后就把它装成那种都没有一个形状的所谓的收音机 有老知青做技术骨干 从74年开始 我们义群知青只要赶齐 就会到那个老知青的对去 我们就躲在那个牛棚里头 收听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 那个时候呢 我们喜欢两件事情 一个是听台湾的歌星唱歌 所以1974年我就知道有两个歌星 一个是邓力军 一个是徐晓凤 还有呢 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呢 他也不怀好意的教中国之心 偷越国境 跑出去 有两条路径 一条呢 就是从深圳背着篮球 游海到香港 另外一条呢 就是从云南边境 偷渡到金山江 我们听得那心痒痒的 我胆小 跑到武汉呢 就又回龙村去了 我就有一个同学 姓徐的 就跑到深圳 后来他就被抓住 没有跑掉 他呢 后来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 我们的带队老师 我们的中学数学老师 姓王的一位很好 我们很敬仰的一位老师 因为知道这个同学要跑 没有举报 后来他被判了死刑 但是呢 因为毛泽东去世 打到四人帮以后 他没有执行 后来又放掉了 我的中学同年级同学 一位很漂亮的 一位名字叫丁若兰 他和他的上海男朋友 在云南当知青 偷渡国庆的时候 他男朋友跑掉 他没有跑掉 后来他自己回到 那个健身平均 就自杀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发生 这是那个作品 1974年清晰的一局部 田毛老师给我策划的 这个展览标题叫地图 跟我的人生经验 跟我的旅行 跟我反复的 带中国的艺术家和学生 和朋友们 穿越美国 穿越加拿大 又到墨西哥穿越的经验呢 有密切的关系 以及跟我未来想走得更远的 这个打算呢 也有一些关系 当然我有一个特点 但凡带中国的艺术家也好 学生也好 朋友也好 穿越之前 我都会做很仔细的功课 都会画地图 而且时间是计划的 非常的神秘 哪一天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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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图的其中一部分呢 这次就在我的客人展览 上面呈现了 这一张是 2016年 带川大的硕士和博士生 穿越美国的形成地图 上一张呢 是2018年 带学生走蓝线 穿越美国的这个地图 这是自己在油画布上 用秉析做的3D的地图 这一张图 就是田蒙老师 在2020年的2月6号 同我一起来美国的亚里桑拉州立大学 参加他策划的一个亚里桑拉州立大学的一位教授 就叫Mark Polman 和我的双个展的开幕式 正好机票也买了什么签证也办 但是2月3号 美国熔断 没有美国永居和护照的人来不了 所以田蒙老师就没有来 但是呢 我把地图还是画上了 下一次田蒙老师会过来跟我们一起穿越 这是展览标志性的每一张 未来你穿越的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 我画了两个巨像的图像 一个呢 就是巴别塔 其实是临摹的 伯吕盖尔的巴别塔 一个呢 就是Palmerid的那个首长 我既雄心勃勃 又很宿命 我觉得我这两个性格特点 我都把它画在了这个地图上 这一件作品呢 是一张比较大的完整的牛皮 我在上面把立马斗 明朝的时候 画的一张昆虞万国全图拷贝下来 然后又把自清末民国初以来 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有巨大贡献的中外人 也画成小的纸 而把它漂浮在地图上头 很遗憾我就是没有找到 比较全景的那一张图 真的不好意思 这也是地图的其中一张 我的图片就放到这里 我的个人叙述呢 也到这里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